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存的酒流缅 格外也人注目 那么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奇特的文物呢 明鲁王陵偷偷文物达一千多件 国宝级的就有一百多件 不仅有唐代的天风海涛琴 宋代的葵花夹蝶扇面 元代青花瓷和宫笔白莲花 还有文官 武士 仪仗 礼乐 陶勇等一大批西式珍宝 在这些罕见的奇珍中 有一件中国考古史上仅存的酒流缅 格外引人注目 这就是明鲁王的酒流缅 是至今为止一件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缅关出土的珍贵食物 也是中国明代以前 皇家亲王祭祀或大典活动中 带的一种缅关 明鲁王酒流缅 高18厘米 长49.4厘米 宽30厘米 藤涅编制 表面敷罗绢黑漆 相以金圈金边 棺的两侧有梅花金川 冠仪金簪 棉的前后垂着酒道流 每道上九颗五彩玉珠 共用珠162颗 在中国古代 皇帝之棉和酒流棉 在形制上区别 仅在于垂流上 据明史记载 明朝天子之年 前后分别垂着12道流 每道流上有12颗玉珠 共垂玉珠288颗 太子用11流11珠 亲王只能用9流9珠 但象征皇权 事关封建国体的12流年官 至今并没有一件实物出土 因此明鲁王朱潭的 这顶九流棉则更显珍贵 在中国封建王朝 棉是帝王的礼貌 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佩戴 棉官行制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可以见到 如唐代的历代帝王图 宋代的晋文宫复国图 明代所作圣祭图中的孔子像等 这些画像中的帝王或圣人 头戴棉官 身穿棉服 仪表威严 但今天能见到的棉官实物 除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 所戴的那顶皇帝棉之外 就仅有明鲁王朱潭墓出土的 这顶九流棉了 朱潭是中国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的第十子 朱潭十九岁就离开了人世 朱潭之死至今也是一个谜 有人说是因他日服 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而死 也有人推断是因皇权之争 而被亲兄弟谋害而亡 不过最终以朱元璋 封视他为皇王 也就是荒唐的亲王 而盖官定论 明鲁王陵因此也被称为皇王陵 明鲁王陵出土的器物中 不仅有他生前所戴的九流棉 还有皮变 乌纱折上巾 织巾断笼跑 中丹沙跑和玉带玉佩等 西式的明代免服和佩饰 那么九流免前后垂下的九流 又有什么讲究呢 史书中对这一垂流的免观 有各种说法 鲁汉书中说垂流 是为了提醒帝王或亲王 面对臣子时应当 举大德设小过 无求备于一人之意也 意思是说 坐在大唐之上 头戴垂流之免的帝王或亲王 应当彰显大德 注重大局 可见古代免观的垂流 还有劝戒的寓意 免的顶部 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旁 至耳处记着一块美玉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天免原为秦免 秦统一中国之后 实行了这一帝王免观的行制 一直沿用到清末都没有改变 但明朝之后 皇家亲王的九流免却被废置 在明鲁王岭中 除了这顶九流免外 还有皮变 乌纱折上金两种免观 皮变高21厘米 宽31厘米 藤涅编制 前后各有九道缝隙 每缝压有金线 坠有九个五彩玉珠 相有金边和金圈 皮变两侧的上部 有梅花形金穿 罐有金簪 乌纱折上金也叫一扇观 前滴后高 乌纱制成 两脚自后上折 九流年呢 它是鲁王朱坛 在祭祀 纳飞等大型庆典活动时 所穿戴使用的 九缝皮变 一般是朱坛呢 它在上朝时 所穿用的长服帽 而乌纱折上金呢 就是太子亲王 以及大臣官吏们 平时所戴用的文人帽 长服帽 明鲁王的龙袍玉带 同样稀释珍贵 这件保存完好的 织金段龙袍 呈米黄色 身长1.3米 绣长1.1米 胶领窄绣 两肩和胸背上 绣金枝盘龙云纹 胸下部 是三足九行盘线 内衬一素面中衣 明鲁王的玉带 公益精湛 玉带以二十五节组成 玉带带头三节 用双层透花金片 镶嵌着各色宝石和珍珠 玉带其他节白玉片上 雕刻有灵芝花纹 做工精细 实属罕见 不管是帝王的面观 还是龙袍玉带 都是封建王朝统治者 至高无上权力 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也是中国封建社会 帝王服饰文化的一个 集中体现 明代皇帝朱元璋的 第十子 明鲁王朱潭 炼丹求仙 十九岁 就失去了清清性命 他为什么慌疼到 这样的地步 闻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